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还有收治大约10名帛琉病患 2013年到现在 我们跟他们有签病患的转诊的合约 所以目前已经有超过4000位的住院病人 从帛琉透过定期的航班到新光医院 不只是在所谓的经济上跟旅游上的交流 更重要的是说 能够恢复台博两国在医疗的这个通道 帛琉民众来台健检 当地健保甚至有给付 15000元台币 而且去年3月 帛琉出现首例武汉肺炎疑似感染者 但当地并没有裁剪人才 新光医院还透过社讯教学 疑似感染者的检体 还以空运方式送来台湾协助检验 而台湾更派员前往帛琉 协助建立实验室 空运医疗物资和设备 让帛琉有检验能力 如今会数人亲自来台也见证台博两国医疗合作 3小时留意听张华杰就下午台湾到